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改名为变雅敏 就是右手之子或信应儿的意思 他将悲痛化为力量 自从亚当犯罪之后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苦难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一部分 然而正因为有苦难 促使人觉悟 深度的审思 认识自我的脆弱 生命的无常开始走向上帝 硕成完整的人格 常有人问到如果神爱我们 为什么祂要让我们受苦呢 这样的提问是不正确的 神并没有要我们受苦 神只是借由痛苦来让我们深度的体验生命 更加认识自己和上帝 许多人在生了一场重病之后 对生命的观点就起了全然的改变 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糊涂地过日子 神往往会将我们生命中的危机转为契机 可能是财务的危机 爱人的离弃 亲人的死亡 工作的丢失 这些痛引领我们进入更高的意识层次 我们常说 痛改前非 痛了才会改 甚至会引导我们进入马斯洛的所谓高峰经验的境界里 用新的视角看自己 看人生 看世界 甚至重整与神的关系 所以神所关心的不是我们会嗜弃什么 因为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迟早都会嗜弃 人在意的是我们嗜弃了什么 而神在意的是我们嗜弃了之后能学到什么 让我们要变得更成熟 更坚强 更有深度 Amen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当我生命陷落时 扶我一把 以免越陷越深 在痛苦时教我不忘记你的话说 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你里面有平安 更赐我觉悟的灵 藉由打击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敬拜你 服侍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en To be to Be to Be to PEC Be to Be to